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经常有人去眼镜店配眼镜的时候 就会被销售推荐一种能够防蓝光的镜片 说是能过滤有害的蓝光,保护眼睛,预防近视 先不说大几千的价格让人望而却步 就过滤蓝光,预防近视,有没有道理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那什么是蓝光呢? 咱们说的自然光,也就是太阳光 它是由红、橙、黄、绿、蓝电子 这七种不同的颜色,这种光线所组成的 那其中蓝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蓝光 那它的波长范围呢,是在380纳米到500纳米之间 那蓝光对于眼睛的影响 其实跟它的波长是有关系的 波长在440到500之间的这种长波蓝光 它其实是有利的 可以通过视网膜到达视神经 传递到下丘脑,合成褪黑素 和血倾素 可以起到帮助睡眠 改善情绪,提高记忆力的作用 但是呢,波长范围在 380到440纳米之间的这种 短波蓝光,它是有害的 会降低咱们的睡眠质量 甚至呢,会对视网膜 造成一定的光损伤 那除了太阳光以外 像灯光、电子屏幕的光线呢 都有蓝光分布 要说蓝光上演 但目前呢,所有合格出厂的正规灯具 它蓝光的能量都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 所以日常使用灯具所发出的蓝光 对于正常人眼睛的影响 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而我们说的这种屏幕光当中的 短波蓝光的比例呢 就是要比太阳光当中要高一些 但是总能量呢 是远远小于太阳光的 合格出厂的电子产品 同样不足以对视网膜造成损害 而且呢,蓝光眼镜呢 它并不能预防近视 近视啊,是因为长时间的注视 近距离的物体 导致了趋光系统或者眼肘发生了变化 从而影响了视力 跟蓝光呢,其实没多大关系 所以呢,想靠佩戴蓝光镜片 来预防近视加重 显然是没有必要的 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李医生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